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前两天听说俄罗斯跟土耳其又打起来了 打的还挺热闹 都是在序列打 俄罗斯先是对驻扎在这的土耳其军队发动空袭 炸毁了不着坦克 土耳其反过来朝俄军兵营发动空袭 击落了两架俄罗斯危机 土耳其的国防部长还说 我们可以考虑发动第11次俄土战争 希望俄罗斯别忘记历史上俄土战争的教训 土耳其的国防部长真是学历史 不好好的这个不好好学的典型 典型的岔生 历史上十次俄土战争 土耳其除了第三次和第九次 其他的都往好了说 两胜两平六败 往不好的说就是两胜八负 第九次是克里米亚战争 那还是英国法国萨丁王国当外援 土耳其才打赢的 所以说俄土战争 土耳其里边没什么可吹的 也不知道这国防部长是什么 搭错筋了 还是怎么着了 就跟咱们中国人说 小日本你别忘了甲午战争的教训 你这不是抽籽大嘴了吗 你这不是 对吧 你到这个土耳其的那个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那个军事博物馆 你进去看去 什么时代的展品都有 十次俄土战争没有 没人事 不提 为什么就说输了吗 有什么可吹的 连一战他输了 他都浓落重彩的讲了加利波利战役 怎么打败英法联军 奥新军团 他都讲这个 实际上都没有 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件展品 这国防部长 这家是不是俄奸 收了俄国人钱了 那你说这俄罗斯和土耳其 这俩国家为啥老打仗呢 首先最明显的 肯定是这个地理原因 咱们说过好多次土耳其海峡 从黑海到地中海的咽喉要道 是土耳其控制的 而黑海到地中海航线呢 是俄罗斯海上贸易最主要的航线 所以俄国人做梦都想把这条通道攥到手里 如果这条通道在土耳其手里 俄罗斯黑海这些舰队实际上就是不折不扣的胡军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文明冲突 俄罗斯是东正教世界第一大国 自打基弗罗斯公国到今天的俄联邦 除了中间苏联那几十年 俄罗斯都是以东正教为国教 其实他们这个中间是有机会改信天主教的 但为啥一直选择东正教呢 一方面俄罗斯自称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咱们以前讲过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 娶了拜占庭公主索菲亚 所以他们有东罗马的血统 东罗马是东正教中心 自称东罗马的继承人 你要信别的教显然不太合适 另一方面呢 就是因为这个东正教在东欧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所以俄罗斯以东正教为国教 更容易得到这些国家的认同 有了认同感 扩张什么的就方便多了 当然了 俄罗斯认为自己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这是自封的 大部分国家都不认 为啥呢 你想想 东罗马帝国是谁啊 血统继承自罗马 文明继承自希腊 简直高贵的不要不要的 你俄罗斯杀出身 北方野蛮人 搂的石鼻 斯拉夫人到西欧都只能当奴隶 就算后来俄罗斯崛起 西方人也瞧不上眼 比如一战 俄国文明程度已经挺高的了 可是欧洲还是没人待见的 也就法国 因为要跟俄国结盟 才勉强高看他一眼 所以你要想提高地位 俄罗斯就必须得做点能证明自己配得上东罗马帝国 继承人兼东正教宗主身份的事 那怎么办 最简单的事就是重振东正教 咋重振 太明显了 夺回东正教的圣地 军事坦丁堡 因为原来东正教的头不就军事坦丁堡的大牧首吗 土耳其在欧洲人眼里 那就不光是野南人了 那这不是人 那是异教徒嘛 他们攻灭东罗马帝国 占了军事坦丁堡 这是整个欧洲挥之不去的痛 所以俄罗斯一直就想夺回军事坦丁堡 到那时候我看谁也敢瞧不起我 信东正教的谁敢不尊我为老大 这是文明冲突 除了文明冲突 地理原因文明冲突 还有一个不好 俄统关系不好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民族矛盾 俄罗斯一直以来特别热衷于泛斯拉夫主义 全世界的斯拉夫人都应该联合起来 那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听谁的呢 自然要听我们沙皇陛下的 历史上有极端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宣称 斯拉夫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俄罗斯 只有一个领袖沙皇 只有一种信仰东正教 这话土耳其肯定不愿意听 为毛呢 土耳其境内就生活着很多斯拉夫人 他们要都听俄罗斯的 那土耳其不就分裂了吗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 土耳其大搞泛突厥运动 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 只要你说的是突厥语族的语言 就是突厥人就应该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听谁的 那还用问吗 肯定听土耳其的 这个泛突厥运动比泛斯拉夫主义厉害多了 突厥人分布太广 俄罗斯境内就有不少 所以泛斯拉夫主义和泛突厥运动 是正面硬钢 俄罗斯对国内的泛突厥思想 严防死守 尤其是克里米亚半岛 生活了一大批说突厥语的达达人 他们万一起义 来个克里米亚独立公投 黑海舰队就没地方呆了 都不是胡军了 所以俄罗斯就出台了一项政策 叫做没有达达人的克里米亚 把当地人往外迁 把俄罗斯人往里赶 稀释达达人的族群 土耳其这边也不是省油的灯 对泛斯拉夫主义绝不留情 为此没少出流血事件 所以俄土两国这个矛盾 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 在历史上打那么多仗 在所难免 但是真打起来 俄罗斯越打地盘越大 越打国力越强 什么像今天的南高加索三国 保加利亚 罗马尼 这都是俄罗斯帮的弄出来的 瓦拉吉亚 摩拉维亚这两个公国 土耳其越打越菜 当然了 这两家也不是自己干打 英法为少干预 所以俄罗斯一直就没能消灭土耳其 更没能收复军产兵宝 到了20世纪 俄罗斯曾经有两次得偿宿愿的机会 第一次是一战 15年英法俄三国签订军事产丁堡和海峡问题秘密协定 约定战后军事产丁堡和小亚西亚半岛 划归俄罗斯 而英法则瓜分土耳其在阿拉伯的剩余部分 这就相当于把土耳其给灭了 结果 沙俄在一战结束之前就倒下了 没等土耳其被瓜分 他先倒下了 取而代之的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秘密条约 第二次机会是二战 1945年二战即将胜利的时候 斯大林制定了一个战后改造土耳其方案 想借苏联红军向东欧推进的时候 拐个弯把土耳其一勺汇 直接纳入苏联版图 但这个时候美国战团拦着力保土耳其 斯大林就没得逞 所以俄土两国斗了几百年 从彼得大帝时代到普京大帝 至今还是互相仇视 这次他能擦出多大的火花 大家搬好板凳切好西瓜 拭目以待 好了今天关于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矛盾 咱们就聊这么多 喜欢我节目的话 大家可以在寻技讲堂APP 或者YouTube上订阅寻技慢聊 谢谢大家